2023美农易岁节将于5月6日,在美农客家文物馆登场,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务委员会以寻找美农宝盒为策展主题,将美农的人文地景转化为互动展区,应用科技及造景装置,光影及音乐变化等,将特展市游山移变维绘本世界,让人深历其境。 展期至6月25日,邀请大小朋友一同来寻宝,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务委员会杨瑞霞主委表示,寻找美农宝盒,特展以美农地景,文化,产业三大路径为策展核心,用孩童视角设计全新客家冒险故事,将展区打造为适合亲子共游共学的游戏场, 并首次以沉浸式互动科技及课华音三种语言,让游客以闯关形式体验美农客家的传统与转变。 此外,于特展期间,凭美农客家文物馆门票可领取活动限定版,美农寻宝区,小绘本,绘本内有隐藏版寻宝任务,提醒吉章迷们千万不可错过。 5月6和7日两天搭配开展活动举办美农宝和市集,将在地特色物产及工艺通通收纳在内,还有购物满额送客家浪想文创屏等丰富活动。 接着在5月13和14日其20和21日两个周末假日的,夜宿美农寻宝区,规划两天一夜生态文化体验游程,并首次推出课文馆专属夜间导览,带游客探索夜幕低垂后的美农客家装。 5月27至28日最后一个周末假日,可以与家人朋友或带着毛小孩,来美农客家文物馆在大榕树下一起共度野餐小日子。 现场搭配有绘本共读,桌游共玩,特色美食餐盒,及工艺打造自己的野餐竹篮体验等活动。 5月6日开展活动起跑,天天有展出,周周有活动,场场都精彩。 您的浪漫想象由美农客家文物馆来实现。 活动详情请搜寻美农客家文物馆,脸书粉丝专义FTS,TheTW,Facebook.com,MyNunk,查询。